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马国明汤若文献身的逆龄生日会大秀安爱 蔡思贝则与前任互不理睬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添加小铃铛 7月2日,昨日是无限高层乐逆61岁的生日 他每年都会举行生日会 很多无限艺员都会出席参加 场面非常火爆,可谓是明星庆典 不过大家的身份虽然闪耀 但是参加生日会时,也都是穿着简单休闲的服装 就像朋友聚会一般,期间所有人都参与拍摄了大合照 而后乐逆龄也分享在社交平台 照片中有很多人都非常熟知的艺人演员 而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里面的好几对情侣 其中马国明和汤若文,是最近话题度最高的情侣之一 他与女友公开练情后,经常高调秀恩爱 合照中两个人站在后排,穿着黑色的情侣装 马国明的头发十分随意 而女友头上则戴了一顶帽子 两个人靠得非常亲密 汤若文把手和头都放在男友的肩膀上 整个身体也依偎在马国明的身上 十分小脑衣人 两个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秀恩爱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汤若文的前男友罗天宇 站在他们的前面 对此前男友的存在,两个人没有觉得尴尬 也并没有收敛,可能是都习惯了 所以不在意 毕竟在娱乐圈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除了这一队之外还有一队也备受关注 那就是蔡思贝和新男友吴红军 但是在合照中两个人并没有站在一起 反而隔得比较远 完全不像马国明和汤若文的高调安爱 这一队显得非常低调 现场大家还发现了 蔡思贝的两个前男友麦秋成和余德成 现场的人员的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 这场生日会可谓是前任与现任大型见面会 不过蔡思贝虽然没有求恩爱 但是也没有搭理自己就爱麦秋成 好像都当彼此不存在 看起来有些许的尴尬 不像前面那对自在 蔡思贝和胡红军不求恩爱 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尴尬 不过每一队都有每一队相处的方式 希望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欢迎按赞 stated 妹妹部아요 将未来的这个节目 当然是ź cans啊 对 medically 十一日子 夕子 半夜 你 甚啊 在这个节目 啊 对